金花簪不適合你 是吗 我倒是觉得 跟我很是相配 精料艳俗 你值得更好 那霍公子倒是说一说 什么样的簪子 才适合我呢 白玉簪 色如雪 角如云 银如月 天然而不流俗 最好还是梅花样式的 临寒而开 自有风骨 玉簪受琢磨 寒霉金风雪 都是灵袖高洁之物 别等 是吗 这就相衬了 老七 薛公主 你们开这么多酒 喝得完吗 我真好也有雅兴 四哥 这时候也不早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事儿 哎 我不困 要走你走 我没跟薛公主喝过酒阿 哎 薛公主 你是要喝酒是吧 走 我陪你 唉呀 算了 回去睡觉吧 你刚才不是不困吗 刚才是刚才 刚才薛公主还在呢 能和现在一样吗 雪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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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好看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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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你怎么下去了 不知道啊 那你肯定是做噩梦了 做噩梦 不能呀 我梦的是薛谷主啊 这些金子加起来 也不够二十万金子呀 不足二十万 咱们药师谷一群人的 日常开支 再加上初一 十五 各个节气给周围村子里 百姓送药看诊 还有收工院的花销 再加上送那些长大的孩子 去学堂印书的用度 这算下来怎么都不够啊 就知道分量不够 顾主 据说这个很值钱 说不定和夏公子腰间的 那块玉佩不相上下 夏公子已经知道 这些金子都被用来 给货旗公子抵债了吗 我已经同他说过了 谁 我 晚上好 打扰各位姑娘了 你来得正好 你四哥替你还了一部分债 从今往后 你便有两个债主了 好啊 太好了 你笑什么 你该不会 不会什么 你该不会是 狮子多了不怕咬 破罐子破摔了吧 是啊 薛谷主果然是动若观火 我看这月朗风星呢 若是能月下饮酒 那更是畅快啊 你应该很少出国吧 有机会 让我带你去中原 见见世面 免得你怀疑我这个 霍姬公子的威名 我本来就是中原来的 原来中原也有像薛谷主 这样的英雄人物啊 怎么 想套我的话 没有 我就想说 看看我能帮你什么 可是为了还我 白云宫的人情 你以为天下人 都同你一样 凡事都喜欢 算得明明白白的 我不喜欢欠别人的 也不喜欢别人欠我的 你不需要帮我什么 只需将剩下所欠 药师谷的枕金 悉数还清 我药师谷里头 一堆人等着米下锅呢 这 既然你这么贪财 为何一年只看十个病人呢 身体吃不消 而且 我不喜欢这些江湖人 这种耗费自己生命 与无意义争夺的人 不值得挽救 有这些时间 还不如多去给周围的村子里 那些人看看风寒高热呢 那你为何肯救我呢 那你为何肯救我呢 你这张脸还有些可取之处啊 谷里这么多女人多无聊啊 你为何肯救你 你为何肯救我呢 来 blew 我只爱毒瘾 我只爱毒瘾 人间卷独长夜 此去今年 年君如明月 遥望无言无眠 霍展白 霍展白 年君如明月 遥望无言无眠 谁把相思名终结